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与生相连 即为兴演 话说 中华历史远远流长 在时光长河下 衍生出了诸多姓氏 在这繁多姓氏中 单字姓氏占大部分 父姓则占了一小部分 文人 便是本篇文章所要写的父姓 家姓照片父姓文人的起源春秋时期 如果有两个人开班讲学 其一 乃是背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 其二 则是鲁国大夫邵正老 作为同行 他们俩开班所讲的学说思想是不同的 孔子自不必多说 开班所讲的是儒家学说 邵正老则不然 他主张变法革新 所讲的是法家思想学说 须知 在当时时代 孔子的地位虽不如后世纳班高 但也是绝顶的好讲师 别都不说 孔门七十二贤人 能聚拢在他的课堂之下 他的厉害便可知一二 可是 在当时 邵正老的讲学名气之大 甚至能与孔子分庭抗礼 他讲学之时 甚至能将孔子的学生吸引到来 孔圣人雕像能挖孔子的墙角 恰恰说明了邵正老的厉害 由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所以被文人学士冠以文人美誉 说起来 邵正老的结局并不好 原来 是孔子成为鲁国大司寇高位之后 下令将邵正老属死 因由是 邵正老与他的政见不同 后来 邵正老的后代为纪念先祖 便以他曾被学士所赞誉的文人卫姓流传至今 邵正老去照父姓文人的后世名人 说完姓氏文人的来源 咱们再来说说 在邵正老之后 文人一族的历史名人 话说 自汉朝起 有官至太子赦人者 名教文人通汉 再有文人习 乃是东汉大臣 还有北宋邪有忠兴让染的牛人文人红 元朝的文人孟集 明朝的文人权 清朝的才女文人辉音 等等 而在此之中 笔者最喜欢的还要属明朝的文人权 这位仁兄与明朝大司想家 王阳明有两层关系 第一层为亲戚关系 第二层就为师徒 他是王阳明的学生 当然 这种泛娱乐的纯绑关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曾巡视边疆 在山海关一带修了千余里的长城 正所谓 不到长城非好汉 笔者还不是好汉 但非常想成为好汉 长城 图片来源于网络 感谢原作者参考资料 百家姓名十路适踪实路 文星雕龙极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星雕龙极效返回搜独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